加拿大是全球第三大原油储备国,也是全球第五大原油出口市场。 不过,与那些传统石油国不同的是,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却没有是加拿大经济,因此负得流油。 反而是加拿大需要高度依赖外国人投资楼市而发展经济。 显然,这一现象与加拿大丰富的石油资源相背离。 值得玩味的是,近日,事情的最新进展是,加拿大的石油产业,或正在受到伤害。 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Producers,简称CAPP北极总监保罗·巴恩斯日前表示, 加拿大在开发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落后于其他石油生产商。 这是由于2016年以来,加拿大已暂停在北极水域的钻探。 与此同时,巴恩斯强调, 加拿大在探索自己的北极水域方面,面临失去机会。 原因在于美国最近采取的重新开放阿拉斯加北极地区进行钻探的行动。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